死也命也 这四个字一定要记住 一切都是死跟命在决定 孔子是最重视命的 不知命 不知命 无意为君子也 做一个君子 连命都不知道你当什么君子 但是命是很难了解的 很难了解 我们每一个人这辈子来的命 是自己定的 这一点是最玄妙的 但是很多人不相信 你自己定的 这辈子要干什么 要活几岁 要跟哪些人打架道 要挨谁的骂 要做什么 都你自己定 今天的结论很简单 我们人是什么 人生是什么 自编自导自演 再加上自己当观众欣赏 你有这样的心情 你会过很好的日子 看自己摔跤了 还不错 腿没有摔坏 因为是你自己安排的 你要怪谁 这样你才能完全体会到 孔子不冤天不由人 否则你没有办法去解释 不冤天不由人 天是成全你的 人是帮助你的 你会有很多贵人来帮你忙 也有很多坏人来督促你 否则你都不会碰到他 你不会碰到他 那今天最通俗的话 叫做冤亲在主 我现在看过去 每一个人后面都有一排的 冤亲在主 跑不掉了 那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要改变态度 你不要躲 躲不掉 你越躲他又追得坏 你要很高兴跟他讲 你终于来了 我等你等好久了 有什么事你就开口吧 只要我做得到我就做 他晚上说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只要你知道就好 这才是真实的一面 不要硬的来 老子说柔仁克刚 绝对是正确的 硬碰硬两败俱伤